好我們來看一下家外框跟套模板 這個網路上用的比較多的 你先看看 有沒有比較像我們現在APP在做的事情 很多APP都有這些小圖嘛 但是這個其實影像主義很早就在做了 很早就在做了 你可以很方便的加上這些東西 它有兩種功能 家外框跟套模板有一點點不一樣 家外框的話 比如說包括你看到像下面這個啦 還有這些字啦 這些是不能改的 你只能改圖片 你有沒有去過一些風景區 就有一個人形地吧 你就負責把頭 放上去 就好了 他就像那樣子啦 就是 把一些海報也好就挖一個洞 你只要負責照片填進去 可是你那些字啊那些圖都不能改 這個 我們稱作家外框 相對的 我們剛才有特別提過 弗洛克的跟 其他軟體 最大不同 像那些APC最大不同是 他可以保留所謂的原始檔 就那些塗層 所以套模板 你現在所謂的套模板 就是把那些塗層都留著 你可以針對這些文字 這些內容 包括移動位置 修改內容都可以 所以這兩個最大不同 差在這裡 交外框的是不能改 但是相對因為不能改 所以素材很多 那 套模板這邊相對比較少一些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你切到這個 好 你到這邊來 我們找一張 這一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這一張丟進來 那你可以從這邊加外框跟套模板 有沒有 加外框 這裡呢 它有分四種 有分四種 一個是 圖面外框 一個叫做 多圖外框 兩個是相對的 所以圖面外框就是 單一張 一個範本裡面只能放一張照片的 所以你看我點一下右手邊 點一下 有沒有就變了 照相管也有在做這種服務 只是他們都是有版權 對不對 不能到右馬 那這邊就比較沒有版權的 那 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這裡 這樣就 就有 所以你這些外面都不能改 都不能改 那相對於 圖面外框 多圖外框就是一次可以 好幾張 所以如果這一張不夠 你可以再增加一張進來 你就從這邊 再讀取其他張 好 OK 有沒有這段就進來了 可是怎麼樣 位置不大對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 看到這裡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跟我們剛剛那個 大頭照一樣 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這裡拉過來 頭大一點 變小的話頭就會變大 有沒有 這裡也是一樣 過來 來 這樣子就OK了 他會顯示你說這個範本還有多少 張可以用 所以即使你多張也沒有用 好反正他就是 主要的 那麼 好了之後就可以拿出來 不過要注意一下 他這邊 會有告訴你 我的 原始的範本 有沒有告訴你多大 這個是不是640x480而已 所以比較小 大多數他都不是很大 因為他原本上 是用在哪 網頁上的 所以大部分尺寸不很大 如果說你真的要拿去 就是那個 沖洗的 可能你要盡量找就是尺寸比較大一些的 比較大一些的 如果你真的 一定要的 也就是說我們不管你的照片多大張 預設值的話 你的範本多大 洗出來 就是 他用這個效果之後按OK 出來就是這麼大 如果你真的堅持要比較大張的 你也可以從這邊 選擇 比如說我就直接變成4x6的 但是要注意就是 放大比例太多的時候 你的照片會比較模糊一點 效果會比較差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選 另外呢這個叫做 層次外框就比較單純 以前 比較早期的 有沒有有些照相反幫我們洗那個白一邊 有沒有 或者像立可拍啊 四周白的然後下面比較多可以寫字 他就是 留那個位置出來 比如說我這邊 要50像素 有沒有 旁邊是有白邊 如果你不要四個一起調整 我下面變成300 那就比較像什麼 立可拍那種感覺 好就你自己在下面在留一個 預留一個位置 那麼 遮罩外框呢 全部都是 OPE 有沒有發現都是黑白的 但是他會怎麼樣 白色留著 黑色就被遮掉 所以女生一定有用過一個東西 叫做這個 當然現在男生也會用 面膜 對不對 套住 只都兩顆眼睛 那遮罩就是那個概念 所以 他就是拿黑白當作是一個什麼 一個 決定透明度的一個來源 所以 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看你要什麼樣的效果 這樣也可以 不一定說 一定要怎麼樣 完全 消失的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像這樣去做 那麼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 加外框 加外框 記得就是這些內容你都沒辦法改 因為他已經固定住了 今天如果你要能夠改的 那你要用的叫做 套模板 點進去 記得一件事情喔 這個 這個預設是沒有勾的 預設沒有勾 那麼各位 你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記得把這個勾起來 這個動作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也就是說你這裡沒有勾的話 其實出去還是跟剛剛 加外框一樣 你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特別留意一下 你看我現在先不勾 假設你看這裡有 有沒有跟剛剛 加外框很像 不過 寧可上這邊也不要上這裡嘛 對不對 到這邊只有壞的比較多嘛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 我現在這邊不勾 我按OK 有沒有發現我們右手邊的塗層 通通都一樣了 也就是全部是不是壓在一起 能不能改 不能改 我現在先還原一下 重新回來 但是我這裡有勾起來 好我一樣套用這個範本 你注意一下囉 我們右手邊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塗層都保留著 這樣子是不是我要修改就比較方便 所以你看喔 我們在這邊我把他拉開來 然後往外拉 你今天要哪一個字要改 點到他 點到他 都可以 像這個不適合的就把 丟掉 對不對 好 結婚了 不要那麼多疑問 要改 幸福 理由 20個 你就點兩下 兜兜 是不是就進來了 當然你也可以在上面直接修正 直接修正也可以 當然要移動位置 這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還想要加上其他的 像我們在下面這裡 想要加上這個 就丟進來 是不是這樣 就比較有彈性了 好 那記得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做好了 應該要存檔嘛 存檔的時候 你看我們還是按這裡 如果你希望我下次還能夠 繼續像這樣子編輯的時候 那當然就有他自己專屬的檔案 檔案格式 好就好像你握著office一樣嘛 好今天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我們有沒有好幾種不同影像格式 你如果存成 上面這幾種 塗層資訊不會留著 你必須要存成他自己所謂的工作檔 那相對的工作檔只有photocab看得懂 別人就看不懂 所以你得要存兩次 要出去給 別人分享的時候 你要存成 上面這種標準的 大家的所謂共同格式 那你要留原始檔的時候你就留下面這個工作檔 好這樣就下次呢你就比較方便可以重新編輯 這樣了解了吧 好那就趕快把畫面還給您囉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